新手村中的妮妮额头上有一个诡异的红色标记 当我们选择妮妮进入新手村 要结束的时候 她就会说 我们没有活吧 快和我一起回家吧 新手村中只有一个人知道妮妮的家在哪里 你们难道不好奇这个人是谁吗 众所周知 在新手村中有卡卡和妮妮 如果你来过新手村请点一个赞 我和学姐研究后发现 新手村中不只有卡卡 也不只有妮妮 还有隐藏的第三个人 而这个人十分厉害 她知道妮妮的家在哪里 小伙伴们 难道你们不好奇这个人 她是谁吗 当我们选择妮妮进入新手村时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卡卡 卡卡会说妮妮你在看哪里 在评论区中空出5764 你将会知道卡卡为什么这么好奇妮妮 她在看哪里 并且我和学姐研究后发现 新手村中只有一个桥 没有房子 二经过我和学姐的玩 我们发现 在结束的时候 妮妮说 跟我一起回家吧 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人 而这个人她就是兔美美 她给了三条路 新的冒险 随处逛逛 和回村子修整 所以说新手村中 只有一个人知道妮妮的家 而这个人 就是兔美美 就是兔美美